在混濟糯米粉 太白粉以及地瓜粉等等的袋子中倒入滾水 紧接著使勁的湊鑼 讓粉狀逐漸形成光滑的粉團 接著重頭戲就是包露餡料 這是傳統客家的美食三角園 藏在嘴裡的好味道 但實際動手做起來卻是相當不容易 也讓人更加認識這客裝美食 食農教育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食農教育有產生說我們對一個我們農產品 他的安全這樣的一個認知這部分 然後他怎麼來的 當然我們去珍惜這樣的一個食物 包括他的一個用藥的安全 他怎麼去耕種這些等等 這個在教育上是對我們下一代的一個 畢竟是一個好事 為讓民眾實際走入柑橘的主要產地 石岡區農會整合食水科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在10月份推出彩果嘗鮮體驗的農遊行程 跟著在地農幼的腳步了解果樹生長的相關知識 體驗柴果的樂趣 同時動手自己做客家美食 讓民眾有吃有玩收穫滿滿 這次活動主要有兩個出發點 一個在台北出發 一個是台中出發 那台北出發的時間 我們是禮拜五跟禮拜六的時間 那台中出發的部分是禮拜天的時間 那兩個遊程事實上蠻接近的 那裡邊就是主要就是有觀光柴果 然後來到我們食農咖啡用餐 然後在甜媽媽的這個DIY的客家美食的 這樣一個體驗製作 然後還有到我們這個初心農場 去做一個有機雞蛋的這樣一個體驗活動 因為現在的客人對於這種走馬看花的行程 他已經對於慢慢的已經都慢慢在排斥 所以我們希望是透過他可以親手摘 然後撥來吃 然後知道他的整個這個柑橘 他種的流程 然後讓可以多多的收穫一些 他會覺得非常好 特別這個在北部的客人他會特別的喜歡 所以我們上車點事實上 我們知道中部的客人自己開車習慣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停車流大 他可以自己來 但是對於台中縣市外的客人的話 我們希望是透過我們用專車把他接來 石岡市台中重要的柑橘產地 年產量達5000公噸 冬季正值盛產期 這一次的行程 除了分別安排從台中以及台北出發 透過體驗室的旅遊方式 讓民眾實際的走路產地 接觸大自然 也藉由深度旅遊 認識農村以及客家風情 介紹專台中常報導